气氛紧张起来了 我能看到你说话 可以啊 叫我吃一桶 我今天不吃 我今天没锻炼 今天是我的休息日 没锻炼 咱们的豆皮的比赛来了 不开玩笑了 豆皮这场比赛呢 是他的最后一个项目 目前咱们的豆皮的得分是 30分啊 30分 晋级大任门 那么这场比赛呢 豆皮选择是他的 本命英雄啊 这么多年 豆皮每次比赛都会选张飞 张飞 张飞决赛是3分 人物分3分 张飞 这个角色给大家聊一聊 这个角色属于一个进阶型角色 你把他玩好了 这个角色玩的很花 你把他玩的很一般 也就是个关羽 小关羽 这个角色呢 权的判定很强 但是比关羽又差一点 所以是只能叫个小关羽 张飞这个角色呢 在游戏当中 他其实是一个摔跤手 他的摔技 就是抓人技和牛逼 他是游戏当中 抓取能力最强的一个角色 抓取判定最强的一个角色 在游戏当中 在游戏当中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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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看普通角色抓人啊就没有张飞这个抓体能力 张飞这个抓体能力确实牛逼 他还有一个特殊性啊张飞还有一个特殊性 就是他的扔人 他的扔人呢在打摔的方向当中啊 正常的按方向键按下或者按上 他只会往一个方向正常的往前扔人对不对 但是如果打摔当中啊 你想把敌人往后扔怎么扔呢 在人物出现抓举动作的同时 把方向键按后 就可以再打两拳之后把敌人往后扔 这个我也学了很多年 现在才学会啊 一直不会 不错 无伤加几分 无伤不加分 没法加 没法加几分 %$%&%%$%%%&%%%%%&%%%%$% 我给你们讲,我不是开玩笑的,豆皮今年真的会出成绩的 今年你们看好了,他不是前五就是前三 我给你们讲,我给你们讲,我给你们讲,我给你们讲 我给你们讲,我给你们讲,我给你们讲,我给你们讲 我给你们讲,我给你们讲,我给你们讲 我给你们讲,我给你们讲 我给你们讲,我给你们讲